这个让人们大惊失色 想抓又不敢抓 想养又不敢养的小动物 到底是什么呢 他又为何能创造出千万财富呢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王贵君是内丘县当地有名的麻西蜜养殖大户 王贵君养殖麻西蜜已有多年了 在麻西蜜养殖方面 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还靠着这小小的麻西蜜 收获了不菲的财富 当听说我们要采访他 王贵君就迫不及待地 带领我们来到了他的麻西蜜养殖基地 这一个洞粘进去了 真不好抓 这东西跑得太快了 好不容易给逮住了 现在这种野生的麻西蜜呢 随着这个就是老百姓 就是这个种庄稼 然后花费农药大量的食用 这个东西很少很少了 这个人叫王贵君 是内丘县当地有名的麻西蜜养殖大户 王贵君养殖麻西蜜已有多年 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养殖经验 还靠着这小小的麻西蜜 收获了不菲的财富 当听说我们要采访他 王贵君就迫不及待地 带领我们来到了他的麻西蜜养殖基地 王大哥我看咱这池子够大的 咱养了多少只蜜蜜 现在每个池子都是四五万只 这么多四五万只 我怎么看到这么少呢 你看今天是阴天 温度比较低都钻到底下去了 要不咱看一下 行 这么多只啊 里边都是这样 每个生变瓦底下都很多的 他都藏到里面去是吧 对对对 王贵君告诉我们 今年他养殖了五十多万条麻西蜜 其中大部分都已经销售出去 还有最后两个池子的麻西蜜 再有一个月也就可以出售了 预计今年能获得一百多万元的收入 那么王贵君当初是怎样想起 养殖麻西蜜的呢 这还得从十年前说起 王贵君的家乡 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 是全国有名的酸枣人之乡 酸枣人是一种价值很高的中药材 当地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经营酸枣人生意 王贵君也不例外 然而2006年的一天 当王贵君在河北省安国中药材市场销售酸枣人时 一次意外的发现彻底改变了王贵君的人生轨迹 有一次在河北安国中药材市场 就是在我旁边一个摊位上 我看他们卖那个就是那个麻西蜜 卖挺火 价格挺高 我拿起来看了看 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我们老家那种心理苦 我问他老板 老板说是 完了以后我也问他价格 说的特别贵 我还挺震惊 说这个东西比酸头强多了 然后干脆 我都那个不加工三岛人 因为三岛人很辛苦嘛 我干脆养麻西蜜吧 这个时常销售好 从那一刻起 王贵君便萌生了养殖麻西蜜的念头 2007年 他到林业部门办理了麻西蜜养殖许可证 准备开始养殖 由于开始没有麻西蜜种源 王贵君只好发动亲戚朋友 帮他到野外去抓 马西蜜就是这个不但数量少 这时候数量很少 然后但是跑得特别快 哎呀不好抓 飞了几天的劲 才抓了几百条 然后那个炉货之宝 然后就是回到家里 建了个池子 把它放进去 就开始琢磨着养了 然而第二天一觉醒来 当王贵君来到养殖池边查看时 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 我那个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到池子那一看 里边一条都没了 全给跑光了 我还纳闷 我说这东西没上翅膀 难道飞走了 我这池子这么高 里边也没有洞 它从哪跑来 辛辛苦苦几天得来的麻蜥蜴 就这么一夜之间都不见了 看着四周密不透风的养殖池 王贵君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一探究竟 王贵君又重新抓回一些麻蜥蜴 放弃养殖池 这次他终于有了发现 我就看他那个爪 他有爪子嘛 然后就在那个粗糙的地方 他可以攀爬 顺着那个粗糙的墙壁 爬上去就逃跑了 看着麻蜥蜴 就这么毫不费力地翻墙逃走 王贵君有些束手无策 他索性把剩下的麻蜥蜴 临时放进了一个鱼缸里 准备另想办法 然而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我弄个小鱼缸 把它放进去 我再观察它 它一爬就滚下来了 一爬就滚下来了 原来麻蜥蜴虽然善于攀爬 但不像他们的近亲壁虎一样 脚上长有吸盘 能吸附在垂直光滑的玻璃上 因此只要养殖池的池壁光滑了 他们就不能再翻墙逃跑了 有了这个发现 王贵君决定重新改建养殖池 我从这个地方我得到歧视 就说在光滑的地方它跑不了 然后就在我赤子周围搞了一圈磁砖 它每次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自动滚下去了 所以说它就跑不了了 有了磁砖的防护 麻蜥蜴终于可以老老实实 待在养殖池中了 住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麻蜥蜴吃的问题 又把王贵君给难住了 经过上网查询 王贵君得知 麻蜥蜴是肉食主义者 主要以各种小型昆虫为食 这下王贵君可犯了难 到哪里去抓这么多虫子呢 完了以后我都到了花鸟市场 去转 看看有没有卖虫子来 我看到好多人都说 拿黄粉虫 也叫面包虫 它说喂鸟 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它吃 然后我都买了一点 我拿回去以后 试验着让它吃 结果挺好 它就吃这个东西 看着麻蜥蜴吃的这么香 王贵君别提有多高兴了 然而好景不长 它的麻蜥蜴却出现了异常 有一天我到养殖池那边巡视 一看死了那么多蜥蜴 半死不活的 有的在那也不动 看着没精神 有好多的蜥蜴 然后肚子都瘴起来了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麻蜥蜴离奇死亡 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王贵君这一下可坐不住了 他连忙去咨询专家 后来经过咨询专家 我才知道原因 原来是处在黄粉串身上 因为我当时为了图省事 我一次买的黄粉串比较多 它当时几天也吃不完 在家里放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黄粉串都逐渐的变黑 变质了 变质以后 黄粉串蜴吃了以后 吃了这种黄粉串以后 就是它容易得病 得一些肠胃炎 容易死 别看这麻蜥蜴长得皮糙肉厚 胃肠可是娇贵得很 一不小心就得个肠胃炎 轻则食欲不振 重则影响性命 这可咋办呢 给它吃点啥好呢 不要走开 农广天地马上回来 为了让麻蜥蜴吃好 不再得病 王贵君每天去市场购买活的 新鲜的黄粉串 然而长此以往 王贵君觉得 这样不仅费时费力 而且养殖成本也会大幅度提高 此时他想到了一个 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后来我就琢磨着 自己养黄粉串 我就买了一些设施 然后买了肿成 买了腹皮 然后就开始自己 翻这黄粉串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第一节省成本 第二的话 就是我那个蜥蜴 每天吃到新鲜的黄粉串 所以说 以后这个蜥蜴 逐渐的就不得病了 与直接购买黄粉串相比 王贵君自己饲养黄粉串 至少能节省一半成本 既然马蜥蜴喜欢吃小昆虫 王贵君又想到了一个 节省成本的好办法 您看 养殖池中的这些杂草 可不是因为王贵君不勤快 疏于管理而滋生出来的 它们可是具有特定的用途 为了模拟养殖马蜥蜴的野生环境 我就在养殖池里边 摘着一些花桃树木 这样的话还可以吸引一些虫子 马蜥蜴把那个虫子吃了以后 还可以结我不少成本 自从采用了这种办法 夏季马蜥蜴每天的思维量 可以减少五分之一 马蜥蜴它那个吃花粉虫 就是一天喂一次 一次吃一刀两条虫子就够了 喂的时间最好是中午 因为中午它温度比较高 它是活动最频繁的时候 这个时候食欲比较旺盛 拍摄中 突然有几只鸡闯进了养殖池 刚开始大伙还以为它是来吃虫的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我们惊呆了 你看这些鸡 对马蜥蜴的危害最大了 它要是过来 我跟你说 见一个活地奔一个 你要是不管它 短短的几分钟 就能给你奔死几十条 王贵军说 自从建了养殖场 周围人家的鸡 经常来骚扰它的马蜥蜴 当初它可没少因为这些鸡烦心 为此王贵军亲自在养殖池上方 搭建了一层防护网 阻止鸡进入养殖池 危害马蜥蜴 可是防护网拦住了上面飞的鸡 却拦不住地下爬的蛇 这不 这危险的家伙正在偷偷地溜进养殖池里 这有一条蛇 这个蛇呢 它也是这个 养殖马蜥蜴的过程当中 它也是这个天地之一 你别看这蛇小 我感觉这个 我这个可能这个池里边有蛇窝 还有抹蛇 还有其他的小蛇 你如果要是一条大蛇的话 那一次都要吃个十条八条的马蜥蜴 算是很大的 那这蛇你怎么处理它呀 这蛇肯定不能杀 得把它扔远一点 扔远一点 别让它回来都行 因为保护这个野生动物 王贵君告诉我们 马蜥蜴的天敌有很多 除了鸡和蛇 还有猫 老鼠 及各种鸟类等 当初为了对付这些天敌 王贵君可没少下功夫 在王贵君精心的看护下 2008年5月 他的马蜥蜴 终于开始产卵孵化了 到2009年 王贵君的马蜥蜴 通过自繁自养 已经发展到了20多万只 看着小蜥蜴 一天天长大 王贵君仿佛看到 那一张张钞票 就要飞进自己的口袋 然而正当王贵君 准备将马蜥蜴 大批量销售的时候 马蜥蜴的市场价格 却出现了巨大的波动 我发现这价格下跌了 原来800亿公斤 现在降到400了 降到将近一半 你说我那个不卖瓦 它亏本 卖到更亏本 随着马蜥蜴市场价格的 不断下跌 别人都劝王贵君赶紧出手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可王贵君却做出了一个 令众人十分不解的决定 他竟把马蜥蜴存放起来 说不卖了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把它保存起来 放在袋子里边 在家里 都是那个等待时机 看市场上缺货的时候 价格高了 我再卖 整天改行 村里弄的认识 弄的家里 本身地方有小 无理认识 大马蜴小马蜴 整理的模型下角 尤其是夏天 一开床 一开门到的定位 整理家里的模型得 王贵君的这一招 还真起了作用 第二年 由于药材市场 行情回暖 马蜥蜴销售价格 开始上涨 王贵君抓住时机 赶紧把储存的 马蜥蜴干品 全部卖了出去 虽然没有赚上一笔 但至少没有造成损失 王贵君总算躲过了一劫 有了这次经历 王贵君才真正体会到了 市场的风险 在接下来的养殖中 王贵君为了避免 这种风险再次出现 他决定先找准市场 稳定客户 然后再扩大养殖 后来为了规避风险 我就到全国各地的 中央店市场去跑客户 就是说跟他们签合同 他们需要多少 我回来都给他养多少 搞这个订单养殖 为了这样的话 就减少养殖风险 2011年 通过朋友介绍 王贵君找到了 邢台市的一个药材经销商 申雪 申雪认为 跟王贵君这样的养殖大户合作 占用的资金太多 一开始申雪还有些顾虑 我们每次买的比较多 怎么也得买十来万条 需要资金的话是 大概得二三十万 对我们社会商来说 确实压力也比较大 而王贵君却承诺 以最低的价格 把马蜥蜜卖给申雪 不止这样 王贵君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说哪个客户 就是那个经销我这个马蜥蜜 我就想收他一半的钱 等他把那个产品全部卖出去以后 他再付我另一半的钱 他让我们付一半的钱 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好事 资金压力间小了 市场风险也降低了 申雪对这个条件很满意 可王贵君的家人 却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 我当时不愿意 万一他那是拿货跑了 不给钱资赖 好不容易辛苦苦的让整来 都投资好几十万块钱了 不给钱资赖 然而王贵君却有自己的想法 做生意要将诚信 你诚信了 就是合作的时间长了 就是说跟客户也都成朋友了 那个他也不会轻易去找别人合作 从长远来看呢 就是说这个对我还是有好处来 2012年 王贵君用相同的办法 跟山东 安徽和浙江的几个中药材经销商 都签订了订单 达成了合作 王贵君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 我这个蜥蜴养得成功了 一下子转了几十万 当时心情是非常的高兴 想起来就这么多年 终于没有白付出 有回报了 随着订单的不断增加 和王贵君合作的客户也越来越多 2013年8月的一天 王贵君的养殖基地 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突然有一天 就是北京来着几个人 那个来买我的那个活体的马戏 我说这平时别人都买干的 他们为啥卖活的 而且啥 而且下到那个池子里边是丁调细算 小的不要 花纹不好的不要 端尾巴的不要 我当时那个特别的纳闷 我说那个 这是啥意思啊 以前的客户要的都是干品马戏 而这群北京来的客户 要的却是活体马戏 这让王贵君十分好奇 我就问他们 买这个活体的回去干啥用 他们一开始不愿意说 后来我问的多了 后来他们说是回去当宠物买的 就是当时我很纳闷 我说这个东西还能当宠物 王贵君第一次听说 麻蜥蜴还能当做宠物来卖 于是他亲自跑到北京的宠物市场 去调查求证 没想到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王贵君了解到 虫市场上所出售的蜥蜴 大部分是宗师蜥蜴 价格高昂 一般每只卖到几百元至上千元 虽然麻蜥蜴不能与宗师蜥蜴相比 但由于麻蜥蜴体型较小容易饲养 并且价格低廉 也同样具有较好的市场空间 麻蜥这块 它的售价一般在二三十元在领宠物店 而且麻蜥我们觉得它的性价比非常高 小朋友学生啊 他们没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零用钱 到店内来很容易买到这样的麻蜥 宠物店老板的一番话 让王贵君心动不已 麻蜥作为宠物销售 要比作为药材销售价格高出许多 另外 麻蜥除了可以当宠物饲养外 还可以作为一些高档宠物的活体饵料来销售 这个麻蜥的身体的这个动物蛋白含量非常高 然后我们拿这个麻蜥呢 喂其他的一些包括玩具蛇 包括一些高档的龙鱼 很多顾客都是非常喜欢的 麻蜥大概我们每一个店 大概平均每个月销售的话 按数量来计算的话 一个月一个店一般在一千只左右 看到麻蜥在宠物市场上的新商机 王贵君既高兴又激动 他当即与宠物店协商 答应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麻蜥货源 就这个东西他一下子买了五千条 然后都用两三块钱一条 我这样一算的话 就是说这个卖这个活体的 比卖这个干品 这个价格最起码要高一倍 后来我就把那个比较健壮的 颜色好看的 我都把它那个单独的养起来 当宠物去卖 那个把剩下的那些 然后加工成干品 随后王贵君又将他的麻西 销售到了上海 广州 深圳等大城市的宠物市场 每年光宠物之一项 就为王贵君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 随着药材市场和宠物市场的不断拓宽 麻西益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王贵君的养殖规模 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于是他成立了麻西益养殖专业合作社 吸收周边许多农民一起发展麻西益养殖 麻西益的养殖利润虽然很高 但风险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给您提个醒 麻西益养殖在我国是一个新型的特养项目 存在一定的风险 如果您要养殖麻西益 除了要掌握一定的技术之外 还要调查好市场 解决好销路以后 再动手也不迟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一天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